少年身后长出三条狐猥 好友见后却装作什么也没发现 不仅装傻帮他隐瞒身份 次日还邀请他到家中做客 可二人一进门就被身为人围了起来 云月这才知道 祖母已经发现了白晨三尾狐妖的身份 就在昨夜一个心怀不归的老道告诉云月的表妹 白晨是想要害他们家绝后的妖狐 他还送给云月表妹几件法宝 说是可以助他降妖 表妹催动老道福增的法器 里面竟然投影出一段千年前的往事 千年之前云家先祖救下一只身受重伤的妖 还在妖狐即将命赏天结之事出手相救 自己却被天围披下悬崖 自那以后云家便遭到了天前 云家子孙世世代代所有男子出生后便被天结咒缠身 无意能活过二十五岁 云月这才知道 白晨竟然就是千年前的那只狐妖 而自己就是千年前先祖的转世 白晨此番来到人界 就是为了报答云家先祖的救命之恩 但天机不可泄露 他无法说出自己是为报恩而来 这才让老道士借题发挥沉寂际陷害 云老夫人让云月杀死白晨 取出胡星路要以破解云家世代的阻咒 白晨见识太不对想要离开云家 却被一云而上的侍卫拦下 他不忍伤害人类竟然渐渐乐地下风 云老夫人趁机拿起香妖处袭向白晨 白晨只能回出一场将他击退 不料于月的表妹忽然踢起一把剑 杀死了对他毫无防备的云老夫人 老哥 是白晨杀了祖母 是白晨杀了祖母 痛失亲人的云月悲痛欲绝 一见过于白晨的熊炮 并质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白晨重伤之下无力辩解 索性者是他的姑姑从天而降 将她带回了妖界 即便到了这个时候 白晨还是不忘帮云月接受报恩 姑姑怕他再出意外 便设下姐姐将她困在护鱼口 而在人界中云月兄妹来正在击败死去的子 云月的表妹满脸阴沉的算计 丝毫不见往日的温婉模样 他劝云月与老道是联手 在山巅不下降妖阵法 杀死白晨为惨死的祖母报仇 再取出狐心作为妖影破除鼓咒 云月看着祖母的牌位 眼底恨于越来越深 他跟随表妹找到了老道 第一句话竟是让老道把尸在表妹身上的法术解开 祖母遇害之后 云月便看出老道在送给表妹的桌子上尸了法术 操控他杀死祖母并嫁回给白晨 云月此番前来就是想杀死老道为祖母报仇 然而他在诅咒的折磨之下实力锐减 很快便被老道大盗在顶 老道的目的自然不是杀死云月 而是利用他引出白晨 三位妖狐 还不出来 是想看我将他折磨至死吗 还不发生 拘命重破节节的白晨就赶了过来 他与老道是过了几招 一时不差才进了对方不好的阵法里 老道是随动阵法迎来天类 白晨想要强行攻击 可他一出手阵外的云月就惨叫地倒在地上 老道是长口地笑了起来 困住白晨的阵法虽然不强 但却是以云月的精血催生而成 如果白晨强行破阵之后摇了云月的性命 白晨生怕伤到恩人的性命 根本不敢出手 恰好此时云月的天结咒发作 白晨想要救人却出不了阵法 老道以此为要挟让他交出内担 白晨不忍让云月再忍受折磨 便不如阻拦交出了内担 还把亲民的能力却落 这样一来虽然解了天结咒 但白晨却只能消散于天地之间 白晨 云月 你答应过吗 不用 你要好好活下去 不用 老道以为吞噬了白晨的内担后 就可以得到卫生 布料竟然抠头信血倒在地上 为什么 内功道 其人神合一 你另辟捷径 强取他人功力 终究只是自欺欺人 对 不 那么 相机 人 ider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